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上次为您讲到 袁绍就像现在那些搞电话诈骗的骗子一样 从韩副手里生生地把冀州给骗到手了 这一下他有了根据地 就可以傲视群雄了 来到这个阶段呢 有必要和大家理一理思路 现在这大汉的天下 到底乱成什么样了呢 说起来啊 其实也不太复杂了 也就是董卓盘踞长安 手里捏着小皇帝 袁绍雄距济州 幽州幕刘渝 以汉朝正统长官的身份坐镇幽州 而刘渝的部下 也就是以作战骁勇而闻名的公孙赞 虽然名义上是刘渝之下 但明显就不认同这个老板的 与刘渝分割幽州 同时又占据着青州北方一部 南边还有陶谦 拥兵徐州 刘代 占领远州 而袁树与孙坚联合 同在南阳 曹操呢 则依靠袁绍的扶持 暂时囤住于河内 怎么样 说上去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如果要考历史题的话 诸位是不是通通都可以考个不集合呢 确实如此 其实啊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当时的局势的 这个角度嘛 就是将来三国争霸的时候 那几支力量现在在干什么 未来那几家 就是曹 刘孙呢 曹操现在依附于袁绍 孙坚 现在依附于袁树 而刘备呢 现在还没资格依附于袁家呢 他只是依附于公孙赞 但公孙赞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 已经要和袁绍翻脸了 所以他可以属于袁树的这一边 好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呢 当时天下的势力 主要就是三股 第一股 就是盘踞在长安的 董卓这一支势力 另外两股呢 说起来真是好笑 就是袁绍 袁树两家了 这两位爷 都是袁家子孙 名头当时是想得很的 不过 这两个人心里都有问题 首先就是袁树 打心眼里就瞧不起 自己这一位来路不正的兄长袁绍 从袁绍 想立刘渝为帝开始 两个人就已经破裂了 最后 到了袁绍派周昂攻打阳城 抢孙间的地盘开始 两个人算是彻底撕破脸皮 甚至兵戎相见了 在当时来看 诸侯之中 确实也没有其他人 比二元的声名更高了 这袁家两兄弟 为了打压对方 纷纷拉拢盟友 联合天下群雄 袁树联合了公孙赞 陶谦打袁绍 袁绍也不是傻的 也联合起曹操 和远在荆州的刘表 准备从南北两个方向 夹击袁树 所以 不管当时天下乱成什么样子 就是这三队人马 在组团捉队厮杀呢 除了董卓 在长安吃喝等死 曹操薪水比较轻 在打黄金军 其他的 基本上就是袁树 在主动出击了 比如 袁树代表队的公孙赞 就在借桥和袁绍来了一场血战 与此同时 袁树代表队当中的中间分子孙坚 也南下进攻流表 不过 这一去 孙坚就再也没回来了 好了 分析到这里 您的思路相信已经很清晰了 对于这一阶段的乱局 脑子不会再像一团江湖似的了 好 我们还是继续从袁绍开始讲 到了记忠以后 袁绍 袁绍满志的 对自己手下的从事 拘授说 如今 董竹作乱 朝廷西迁 我袁家 世代受朝廷大恩 自当尽心皆厉 匡扶汉事 然 还功若无管仲 亦不能成为霸主 勾建没有范礼 也保不住越国 我 现在想与你等 同心陆立 共赴汉事 不知可有妙策 这个居寿呢 原本是在韩复手下当别嫁的 是很有谋略的一个人 可惜 韩复这个糊涂蛋 就是不肯重用他 袁绍入主济州 马上将居寿官复原职 十分信任 所以居寿也是很乐意为他出主意的 他说了 将军少年入朝 已是明阳海内 东卓肆虐之时 将军单济而走 就使东卓颇为恐惧 现您拥有一郡之精兵 聚集济州众人 身为越过河朔 名望重于天下 现今 若将军 首先兴军东讨 则可以定青州黄金 环讨黑山 可剿灭张燕 然后挥师北征 可凭公孙赞 为阵容敌 降服匈奴 将军 则可拥有 黄河以北四周之地 最后 聚集百万之众 迎回天子 恢复宗庙于洛阳 以皇帝之名 号令天下 敢问天下 谁与争锋啊 居寿这一番话 哇 简直就是为袁绍 设计了一副 未来霸业之蓝图啊 你说袁绍听的 能不兴奋莫名吗 他马上直拍大腿说 好啊 好啊 这正是我的心愿啊 随后 他就加寿 居寿为 奋威将军 原本这个将军职位呢 是给韩复的 韩复现在拿小刀子 自杀死了 这袁绍一转手 就把这个官印 让给了居寿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看 居寿说的一点没错 袁绍要真的成就霸业 那么 首先就要除掉 现在在冀州附近的 青州黄金军 黑山军张燕 以及是北方的公孙瓒 把这些地方摆平以后 董卓的势力 就不可能和他相提并论了 不过 不需要袁绍操太多心了 因为公孙瓒 已经要来找他的麻烦了 公孙瓒的从弟 也就是堂兄弟公孙岳 被派去帮助袁绍 结果没想到 这家伙本事没多少 还特别喜欢冲锋陷阵 一冲吧 就被刘剑射中了 中了一剑呢 居然还没挺过来 一命呜呼了 要说打仗死个人 很正常嘛 哎 孙金那么勇猛 到后来不也给射死了 不过 公孙瓒可不干了 当时的公孙瓒 正在镇压 青州地区的黄金军呢 一听这消息 立马就把责任 通通推在袁绍身上了 黄金军也不追了 调转枪头 全军改道 进攻占据冀州的袁绍来了 在来找袁绍的晦气之前 公孙瓒其实早就对袁绍 憋了一肚子火了 之前 袁绍厚着脸皮 写了封信 大老远的把自己给框过来 结果到了冀州边上 哎 肥肉去让袁绍自己吃了 公孙瓒连口汤都没喝着 这种事啊 搁谁身上谁都得生气吧 但是如果就因为这事 和袁绍翻脸 好像理由又不太正当 因为冀州本来 就没有公孙瓒你什么事的 你总不能说 别的骗子把这个钱给骗走了 没你自己的份 我出来喊 不对啊 没我份啊 我得报警啊 那这不是傻吗 所以公孙瓒尽管一肚子火 但也不得不生生地给憋着 回家去了 正好在当时 一股三十万人的青州黄金军 北上渤海郡捣乱 准备和冀州境内活动的最大一支异军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张燕领导的黑山军会合 这两股力量如果合在一起的话 那不得了咯 那规模实在是太大了 看看地图 渤海郡在今天河北苍州市一带 治所呢是南皮 那这个地方呢 现在叫南皮县 当时属于冀州馆 毗邻幽州 说巧不巧 这地方呢 正正就在公孙瓒的控制范围之内 公孙瓒在袁绍那受了委屈 一枪怒火正没人发泄呢 哦 黄金军你们过来找死是吧 带上两万精兵就前去迎击了 哎 两万对三十万 他的数学谁教的啊 哎 其实啊 战场的局势不能用绝对数字来替代的 黄金军是一支很奇特的部队 之前为什么声势如此浩大 声称百万之众 结果一年之内就被打垮呢 那是因为他们只有战斗精神 没有战斗实力 队伍当中啊 很多老幼妇孺的 打仗的时候啊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所以会把所有的家当都带在身上的 锅碗瓢盆啊 耕牛农具啊 那是硬俱全的 那叫一人打仗 全家跟随 所以黄金军号称的数字啊 是很有水分的 不算多的 就算老婆孩子 一个黄金军就等于三个人了嘛 所以你这青州黄金军号称三十万 实际上战斗人员真正是抡家伙砍人的 也就是十来万嘛 再加上这一支黄金军 那和之前黄金刚刚开始起义时候相比 已经没有像波才啊 这样的一些指挥将领了 能力特别突出的指挥根本见不到 这就等于一群羊 还是被一头羊领着 你说战斗力能算强吗 所以只要布置得法 指挥得当 一旦打开了缺口 黄金就会兵败如山倒 最后形成了击溃战 只要形成了溃败 这些黄金军那也只有逃命的份了 攻打那一方就省事多咯 只需要在后面捡人头就可以了 黄金军所有的优势 就是人多势众 看上去声势浩大 一人吐一口唾沫能把你淹死 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啊 眼周刺史刘代 就是杀掉了东郡太守乔茂 把东郡的人马收归己有的 那个刘代啊 也正是因为低谷了黄金军 才战死的 如果他不死 曹操出头啊 还得另找机会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讲曹操平东郡的时候 再为您详细说 公孙瓒这边 两万人马都是精锐的边防军 不仅有步兵 还有骑兵 再加上公孙瓒本人也算不错啊 这个将领还是能拿得出手的呀 当年在边境上 他率领他的白马义从 把那些少数民族打得满地 找牙没脾气啊 所以这支部队和黄金军 在东光这个地方相遇以后 公孙瓒的骑兵一冲 黄金军的队伍就有些乱了 接下来公孙瓒另骑一挥 后面的步兵再往上一压 哼 这些黄金军立马就撑不住了 马上就崩盘了 当场被斩首三万多人啊 其他人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不是套路啊 差距不要太大哦 所以吆喝一声 各个呢 把手上的一些家伙啊 把自重啊 全给扔下了 转身就逃啊 哼 公孙瓒的部队到一点不慌 见惯大场面了 风口浪尖啥没见过 这种大溃败 老实说 我们都制造好几回了 好不好 于是就非常耐心的 跟着这些溃败的黄金军 后面慢慢撵 等把他们撵到河边了 也不动手 就看着这些溃逃的黄金军 一个两个争先恐后的 争着渡河 哎 等这些人渡过去一半的时候 公孙瓒在这边大骑一挥 呼啦啦的 骑兵步兵又再次涌着上去 拼命冲杀呀 于是那些没渡河的 就更害怕了 潮水一样的像河里边挤呀 拼命挣扎之余 把那些渡到一半的黄金军 也给扯下船来了 这下好了 在岸边被砍死的 在河里被淹死的 又是几万人 一仗打完 点点人头 公孙瓒这边 抓活的就有七万多人 三十万黄金军 所有的自重物资 通通归于囊下 啊 这一仗打的 那确实是名震天下呀 两万对三十万 都能获得一边倒的胜利 你说 别人听了这个战绩 能不打牙都给吓掉了吗 可以说 到了这个时候 公孙瓒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了 有能力 有实力 有面子 敢于傲视群雄 哎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消息了 他自己的从地 公孙岳 一不小心被刘剑射死了 公孙瓒立刻就把这笔账 算到了袁绍的头上 他觉得 正是因为袁绍没事找事 啊 派了个周王去打孙坚 才是帮助孙坚的公孙岳 死在战场上了 可是 摸着良心问一问 这样的说法 其实也有失功云的 我们不是帮着袁绍说话 而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想 这事是袁绍挑起的 没错 可是 袁绍挑起这战争 不是为了来打你公孙赞的 也不是为了射死公孙岳的 况且 是谁把公孙岳 派到袁绍那儿的 哎 不正是你公孙赞自己吗 换句话来说 这个公孙岳 明明就是你公孙赞 亲自送上绝路的嘛 好了 别人怎么想 公孙赞是不在乎的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 反正自己这个宝贝弟弟是不能白死的 所以我必须开始出兵攻击袁绍 按原计划呢 公孙赞就应该把这一次青州军要联合的对象 黑山军打趴下以后 才能腾出手来的 不过现在 这已经不重要了 什么黑山军不黑山军的 那些啊 留给曹操他们去玩 我现在就是要找你袁绍的晦气 要知道 现在的公孙赞 正值声望鼎盛之时啊 所以他回军向军州进发的时候 大军所过之处啊 军州各军县的官员 大多数都直接投降了 因为袁绍 确实是老板 但他也是新老板嘛 没必要为他送死啊 跟谁混不是混呢 谁知道以后军州 会不会变成公孙赞的天下呀 啊 保住井上的人头 和那人头上的乌纱帽 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道义不道义的 别跟我谈这个 忙 没空听 气势汹汹的公孙赞 终于要和畏首畏尾的袁绍 碰到一块了 双方很快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叫戒桥之战 这一场血战打下来 到底谁赢谁输呢 下一次 接着为您讲 5 4 1 6 7 4